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欧敏踢爆》 今天是2019年5月10日 昨天在立法会的答问大会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和民主派的议员针锋相对 主要是因为这些议员 提出关于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很多问题 林郑月娥不改本色 一于好打得 又好砌得 又好拗得 所有这些民主派议员提的问题 他都据据顶道行 这也是一向他的风格 但是有些地方真的值得商榷 值得商榷就是斯文的说法 操促一点的说法 他有一些说法 抹黑别人还不了自己清白 以及扣武子 这种做法 一个拥有不受节制的行政主导权力 这个所谓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行政长官 是非常令到别人厌恶的 老实说 譬如他在答问会里面 近日关于修订逃犯条例的 引起各种的误解 以及一些极端的言论等等 他感到非常之痛心 以及很多这些言论 就是挑起中港两地的分歧 挑起和内地的分歧 矛盾 这个分歧和矛盾是怎样来的呢 这个所谓逃犯条例修订案 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 那个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香港和中国的司法制度 是完全不一样 香港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 是一点信心都没有 要举这些例子 真是多到不得了 那你林郑月娥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你不能不理解 香港人这种忧虑的吗 对于香港人忧虑 如果你一旦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通过 那内地 中国要和香港拿逃犯的时候 他按照他的所谓法制的标准 和香港实行普通法的标准 是不一样的 所以才有陈文毅 或者其他人提出 港人港审的建议 你认为不可行 追溯期又不可行 总之所有不同的意见 都是三个字 叫做不可行 是吧 除了不可行之外 就是别有用心 是吧 除了别有用心之外 就是挑起中港两地的矛盾 是吧 除了挑起中港两地的矛盾之外 就是要制造事端 那你说完了 是不是 搞到今时今日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 都没有办法 在立法会 就是在法案委员会 开始审议 一方面 固然就是因为 整个客观的形势 令到 立法会的反对派 是拿到一个相当大的所谓mandate 授权 和压力 他没有办法 不去和你这个修订案去对抗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用选举也可以 是吧 现在所有的立法会员 无论建制派 和民主派 选举是他们主要的 权力的来源 亦都是生命的来源 是吧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 为了选举 他当然要跟你拼命了 是吧 整个形势已经很清楚 我三番四次在这里说 除了民主派之外 建制派 都不是统一的立场 香港的商界 更加最好 你就不要有这一条修订案 是吧 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案 就不要搞 是最好 至于美国 或者外国其他 对这个逃犯条例的那些忧虑 林郑月娥说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这个说法就非常之过分 为什麽这些叫废话呢 是吧 这麽奇怪的 是吧 这些言论 他说 有人只回归前通过逃犯条例 不适合于中国 刻意安排 亦有人说怕内地法制 亦有部分人声称 是中方为免 影响顺利交接 那 这些说法 全部都是废话来的 那麽 真是有这样的说法 什麽废话 是吧 这个人自大到什麽程度 现在群情洶涌 你就是强推恶法 不计后果 是吧 霸王硬上弓 是吧 那麽就是有所持 等于 就是 我之前 在星期三说的 所谓的 腹鱼頑抗 这个鱼就是有个地方 被你捱住 还可以顶住 那这个被你做靠山的 是不是习近平呢 是吧 那就是 只有他和习近平才知道 是吧 那 中共中央 亦都未公开表态 说要支持 全力支持林郑月娥 一定要强推这个逃犯条例 收敌案 是吧 当然 民主派 都不是铁板一块 是吧 这个法案委员会 现在的法案委员会 民主派的法案委员会 主席陶紧身 就提出一个建议 呼吁中央政府 就是中共的领导人 指派这个 国家的各部委 和特区政府 要提交一个全方位的 政治评估报告 有关香港的 所以 民主党卖香港 绝对不是一个 贬选香港这个 民主派第一大党的 说法来的 民主党 真是卖香港的